各位好,我是屈原君 第二呢,我想跟大家讲解这个推背图的第37项 这个37项它有一个水鬼 它是在水面上 它好像它的身体一半露出水面 然后呢,它手中呢,有个死人头 那这个途中啊,这个水鬼啊 它的名字其实叫汉中 你知道吗,这个水鬼呢,好像是 据传说啊,这个汉中也是这个中魁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中魁 不过我知道这个水鬼的名字叫汉中 汉中呢,这个就说汉人啊 他开始反这个反满人了 开始反清嘛,对不对 他这一卦呢,其实并不是说这个 辛亥革命啊,或者南昌起义 他这一卦呢,是讲这个汉人开始对这个满清政府非常非常的不满 就开始要反清朝 就汉人开始 这个,就说孙文啊,还有这些黄兴啊 这些人开始造反啊,你知道吗 所以他这一项呢,并不是说 啊,这一项是肯定是南昌起义 肯定是辛亥革命或什么 不是,这一项是讲说这个汉人开始对这个满清政府抱怨 开始不满,不满意了,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他这个水中这个水鬼啊 他拿着一个头,拿着一个人头 他这个清朝呢,有个规矩嘛 对不对,留发不留头 留头不留发,对不对 所以呢,他这个水鬼拿着一个头 就是这个头不留了嘛 不留头,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不留头就是要留发 就是说 这个头发呢,就我要开始生出来了 对不对,你知道清朝呢 是你男人这个 他要这个头,头发要剃掉的嘛 就是说头发,前边这个头发要剃掉的嘛 对不对 那他这个,以前这个反清复明啊 说我们要留头发 我们要,我们不剃头 我们要留头发 那留头发就是不留头了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所以这个水鬼呢,拿着一颗人头 就是说我不留头,可是我要留发 懂了吗 就是说,我拼命我也要 就是说,这个这条性命我不要了 我也要反清,是这个意思的 你知道吗 所以他这一项呢 他这一项呢,他并不是说 是哪一个起义,南昌起义或什么 他这一项只是说这个 汉人开始反清 明白了吗 那我们再看一看 这整个项 OK,开始吧 三十七项 他是 项曰 汉水茫茫 不同纪统 南北不分 何树与共 水清中有节 倒伐逢八月 海内尽无王 半兄和半吉 汉水茫茫 就是汉人嘛 汉人要反清嘛 对不对 不同纪统 就是这个 他们把这个清朝啊 给推翻掉了之后呢 这个所以清朝就 不能统一这个中国了嘛 就 他不能 就不同意中国了 可是这个 宣统皇帝啊 还是 这个 那袁世凯呢 跟这个宣统皇帝 谈嘛 就说还是让他这个 就说反正这个 皇宫啊 还是让他住 有一部分的皇宫 还是给他住 所以呢 他 清 就满清不统治了 还是 可是呢 还是宣统 做皇帝 就是不同纪统啊 对不对 南北不分 满清 推翻掉了之后呢 这个 袁世凯呢 是 他这个 自霸一方 他自霸北方嘛 那南方呢 是这个 孙文啊 孙文和他的国民党 他们霸住南方嘛 所以南北不分 何处与共 就最后呢 这个 你知道孙文和这个袁世凯 最后谈和了嘛 就说 就说 就说好吧 那 这个袁世凯 孙文让位给袁世凯 让袁世凯 做这个大总统 水清中有节 就说他这个水啊 这个反正清朝啊 水清 可是中 有一天呢 这个水会干的 对 就说反清嘛 就说清清朝最后就被 他们给倒伐了嘛 倒伐逢八月 就是 南昌起义是 辛亥革命了 南昌起义 辛亥革命是八月了 是中国的旧历的八月 你说是西元呢 是西元 10月10号 1911年 他可是是中国的旧历 是八月嘛 对不对 倒伐逢八月 海内进乌亡 把清朝给推翻了 可是没有人是亡啊 到底是孙文是亡呢 还是 袁世凯是亡呢 对不对 半凶还半几 对啊 因为把清 把清朝给推翻了之后呢 就说 中国就混乱了嘛 就其实比 比那个清朝的时代更混乱 好了 今儿就谈到这了 我希望你们喜欢 我的注解啊 如果喜欢的话 就找曲原君 说明推背图啊 好 下期 请不吝点赞兰订阅 请不吝点赞兰订阅